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瑜珈老師思婷 相信很多網友都喜歡穿著高跟鞋整天走來走去 因為可以讓我們感覺比較高 也可以讓腿部線條拉長 只是長期這樣走下來的結果 回家又沒有讓你的雙腿放鬆 就很容易有蘿蔔腿的現象 那今天我要教大家幾個消除蘿蔔腿的動作 那我現在就來教大家第一個動作 來 先跪到地上 我們雙手放在肩膀的正下方 膝蓋放在你髖關節的正下方 記得把你的下背打直肩胛骨往下 肩胛骨不聳 整個背是打直的 腳尖踩下來 吐一口氣 臀部慢慢往上推 往天花板的方向推 如果膝蓋覺得不舒服 膝蓋可以微彎沒關係 推的人盡量把它推直 腳跟盡量踩到地板上 伸展我們小腿的肌群 慢慢的伸展保持你的呼吸 肩膀放鬆肩膀不聳 眼睛看雙腳大拇指的方向 停留五到十秒鐘 膝蓋慢慢彎回來 回到四足跪姿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第二個動作 先把你的肚子微微往內收 下背一樣打直 肩胛骨往下壓 然後我們吐氣一樣 臀部往後推 雙手先放鬆 臀部往後推 下背打直 眼睛慢慢看到地板 上半身放鬆 可以的話碰到地板上 不行的話 停在覺得可以的地方就好 慢慢放鬆之後 脖子記得不要慫起來 脖子放鬆慢慢往下 會感覺小腿肌的拉扯 停留五到十秒鐘 吐氣慢慢帶回來 接下來我要示範第三個動作 先把我們的左腳膝蓋往前 稍微彎曲 膝蓋不超過你的腳趾間 把你的右腳慢慢往後放 雙手放在左腳膝蓋上側 鼓一口氣慢慢往前 會感覺右腳小腿肌群的伸展 下背一樣打直 肚子往內收 保持你的呼吸 鼓氣慢慢左腳往後膝蓋打直 換右腳膝蓋彎曲 一樣雙手放在膝蓋上方 換伸展左腳小腿 便有五到十秒鐘 鼓氣慢慢帶回來 各位網友看懂了我剛剛示範的動作嗎 如果每天覺得穿高跟鞋 雙腳很累 腳很痠 就可以利用這些簡單的動作 消除蘿蔔腿喔 不是沒有在一起 因為你沒有在一起 你會不會有這段動作嗎 我們可以讓你走到來 好久不久 你會被偷走 你會不會有什麼 你會不會有這段動作嗎 你會不會有這個動作嗎